我們要的推手 我們高雄市立美術館館長 李玉玲 李館長 上台來我們聊一聊 這一次高雄講有哪些 值得被大家注意的小細節 歡迎館長 真的要謝謝我們的同仁們 非常細心體貼地做了這個安排 就可以讓大家知道 我們雖然鼓勵大家熱愛藝術 但是理性地面對各種考驗是很重要的 那首先再一次的謝謝我們的業務事長 幾乎把我要講的話差不多都已經講完了 還有謝謝每次都常常支持我們的 我們文化局的林局長 以及我們這次的評審代表老師 薛寶俠老師 還有各位參與評審的評審委員老師們 以及恭喜各位高雄獎的新科藝術家們 還有各位藝術先進 各位好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大家知道每年我們都是利用 美術節這個日子 讓新舊的不同年齡層的藝術家 齊聚一堂一起來慶祝 剛才來的路上 那個業務事長問我說 為什麼是325是美術節 剛才我們查了一下 真是不好意思 我現在知道它非常重要 其實325就是我們的成城坡 我們的前輩藝術家的生日 利用這麼有意義的日子裡面 我們來認識透過高雄獎被淬煉出來的年輕一代的藝術家 同時也讓長期在這個藝術領域跟你的藝術家們齊聚一堂 一起在一起 所以我想我們用美術節來進行高雄獎的頒獎典禮的意義 就非常的明顯 再一次謝謝大家 在這個疫情越來越讓大家擔憂的時刻裡面 能夠前來陪伴我們一起不僅度過美術節 同時更重要是為這些剛剛透過高雄獎淬煉的藝術家們 為他們獻上我們的祝福 不過大家也可以看到高美館的用心安排 除了我們改成首度在戶外舉辦高雄獎 當然也藉這個機會讓大家欣賞到高美館 整個氣象患難一新的改變 我記得在2017年我們館慶的時候 我提出來蛻變新生 高美館成為一個新型態的美術館的第一步 就是要打造一日有的藝術生態園區 所以我們今天能夠利用這樣的空間 讓大家等一下也可以看看戶外 剛剛陸續開放的廣前廣場 以及從這裡就可以看到我們湖的這些景觀 在開幕之後 大家也可以大家能夠好好地欣賞一下這個部分 大家也可以看到我們事實上在座位上 也安排了這個比較空曠的梅花座的一個形式 總而言之 我們的整個防疫措施會非常的嚴謹 讓大家能夠安心一起慶祝 同時我們其實也跟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 就是利用這段時間 我們提前進行再度受到文化部 以及市府支持的這個旗艦計畫 我們提前將在6月份進行這個 我們稱為修館不修館的一個美術館 再進一級的一個更新計畫 第一個修就是整修這個美術館 第二個修就是不修習 我們也同步規劃各式各樣的線上展覽預覽 其實第一波就會在4月11號 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 Tony Osler 的特展 我們會用線上的方式 先在11號讓大家潛藏機子 因為昨天其實藝術館已經寄來了他的影片了 這讓大家會覺得非常的驚喜 有趣 那回覆回懷 同時就是我們會規劃各式各樣的 不同的教育推廣活動 讓這段時間 藝術能夠成為我們在疫情時間的 紓壓抗壓最好的一個涼拌 以及最好的一個陪伴 那陳如剛才葉副市長也提到的 就是高雄獎 今年已經邁入了第24屆 那作為一個以城市命名的一個獎項 我們其實事實上期待 每年不僅是透過爭鑑、評審、展出、給獎的過程 其實也是要透過這樣的一個平台 讓更多更多藝術家的努力 跟他創作的成果 可以展現在眾人的面前 那同時我們也是很希望 透過高雄獎這樣子的一個平台 能夠成為陪伴藝術家 一起去尋求當代藝術發展的 展新方向的一個可能 那回應高雄獎的這樣的一個創作的嚴格 其實就很呼應剛才副市長也提到的 就是高美館長期在南光這塊土地上的努力 跟不停的自我的一個挑戰 那我剛才也提到的就是17年 就是高美館法輪改制以來 我們用蛻變新生自我期許 以打造一個新型態的美術館 作為一個新的目標 同時也一起思索 擬定新的高美館的一個在全球 甚至在全國甚至在全球的一個 美術館的一個圖譜上的一個新的部署 那很高興跟在座分享 我想在座很多好朋友已經都知道 去年也有參與了 去年10月份 我們延後舉辦的高美館的25週年的館慶 就在那個時候 我們也很成功的提出了第一部的 美術館的一個高美館的一個新的定位 也就是我們稱為的South Plus 大南方多元史觀的美術館 也在那個展覽裡面 我們同時監製了高美館的這個 典藏長設的一個空間 透過深耕在地結盟全球的一個部署 去探究屬於南方的特質 那延續這樣的一個思考 其實高雄獎 我們也在思考如何在全國這麼多的獎項裡面 去呈現我們自己的一個特色 然後能夠呈現高美館長期以來 還堅持著這個不斷的更新不斷的實驗 去回應年輕創作者的一個想像 那剛才其實主持人也有略略提到 就是高美館並不只是一個獎項而已 我們幾乎每一屆舉辦完之後 都會不停的思考如何能夠做得更好 如何能夠更讓藝術家的新的嘗試 新的努力有被看見的一個機會 那去年其實我們做出相對非常重要的一個變革 就是把原本還是比較傳統媒材分類的想像的八大類像 改字為五大類像 同時更重要的是 開創了可以說是國內獎項的一個先河 創新的提出了 更能含耐當代藝術創作的這種話域 以及所謂的田野研究型的 田野研究型的創作的這樣一個新的一個趨勢 開創了我們這新的第五大的類像 我們稱為計畫型跨領域藝術的這一個項目 那同時今年 其實葉副市長也有提到 就是今年我們更進一步的一個調整 把從過往的這個所謂的匿名參賽的方式 去成為藝術家 可以直接面對評審 自己去親自說明自己的創作 這樣子的一個公開的一個平台 產生一個新的一個對話的機制 所以在這裡我很高興的跟大家分享 今年事實上又跟往年一樣非常激烈的過程 總共我們有超過438位的藝術家參賽 那經過了超過30位的來自各個領域的評審委員 從出審、副審乃至最後的對話、討論、激烈的辯論之後 的三位高雄獎的得主 在這裡我要特別的恭喜李亦凡、檢佑論跟石孟昕 這三位年輕的藝術家 剛才也聽了你們解說自己的作品 各得現在也是算全國當代藝術獎 類像裡面獎金最高的50萬的獎金 另外當然五個類像首獎的優選有五位 還有全部入選的展出藝術家15位 我鼓勵大家今天當然來不及了 因為美術館已經暫時修行 今天之後大家可以再利用時間來好好欣賞 這非常精彩的25位藝術家的每件作品 都是經過千挑白選選擇出來的 同時在這裡我也要恭喜 也很謝謝何創石書衣基金會特別提供的 何創石書法專科類特別獎的得主吳孟三 恭喜你 總之 其實能夠在現在的高美館四樓展出的 高雄獎的藝術家 每一位都是得獎者 經過剛才的這樣子的 我說的這樣子的一個這麼繩密 複雜評審的過程 其實各位能夠出現被看見 就是一個得獎 恭喜大家也祝福大家 事實上 就像我剛才講的高雄獎 每次我們都在思考變革 思考改變的可能 但是這些變革其實並不是要標心立意 就像剛才其中的一個評委 高千惠老師說的 高雄獎的思考改變 都是為了要回應當下 當代藝術家創作的需求跟他的想像 就是這個獎項不只是給獎 而是一個陪伴 一個共同探尋未來的一個可能性 那也跟大家在這裡 跟各位藝術家分享一個好消息 就這兩天其實也因為局長 在我們這邊進行的這個藝術論壇 談的就是 藝術與台幣的交培場 讓我想想本來我要做的一件事情 我在這裡先公布 到時候鄭中會跟各位聯繫 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讓我們把高雄獎延長到5月31號 所以事實上今天之後還有長達兩個月的展出時間 我們會安排一些畫廊 然後跟藏家跟藝術家們進行一些對談 跟見面的機會 那也是讓高雄獎真的是成為一個平台 用各式各樣的方式去媒合藝術家們 就是得到高雄獎進入高雄獎 其實就是不僅是被看見的一個舞台而已 也是很重要的 在創作路程上更上一步的一個基石 我希望是如此的 最後終於我要開始感謝大家 在這裡我要代表高美館 以及所有的藝術家們 感謝高雄市政府 還有高雄社會文化局的長期以來的大力支持 讓這個獎項可以讓我們為所欲為的改變 然後持續用經費支持我們 那同時也非常謝謝長期陪伴我們一起 王千行的這個參選法文 和尚時書藝藝術文教基金會的參與 然後最後當然也要感謝 整個過程裡面從籌備到評審到出審副審 這整個過程一直陪伴我們的 包括評審委員老師觀察員 還有謝謝我們的團隊 每一個小小的環節都是我們高美館的每一位同仁 每一個團隊的成員裡面一起努力的一個成果 謝謝大家 再一次恭喜所有的得獎者 讓我們期待高雄獎成為你人生的第一個桂冠 然後這個桂冠也會透過你們讓高雄獎持續被看見 謝謝大家 然後再一次在這樣子的疫情的時候裡面 我覺得藝術讓我們有一種新的面對未來的勇氣 也讓我們抱持著這樣的勇氣 一起用平靜勇敢堅定的心度過這一波難關 再一次祝福大家 謝謝大家 祝大家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謝謝 謝謝管教